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希望透过我的课程 让更多的年轻人 可以亲近自然 也亲近天主 我也很幸运 身旁有一群同样热爱土地 关心台湾环境的年轻人 和我一起设计 执行这样的环境教育课程 接下来 我想向你分享 我们在中部土地上的故事和历程 哈喽大家好 我是静怡大学永世生活研究室团队 我是欣怡 我是雅琴 我们最近邀请一位毕业的学姐 回来学校举办工作班哦 我知道我知道 是永恩学姐对吧 没错 永恩学姐呢 她在学生时期呢 就对料理非常有兴趣 结合环境教育的专业呢 毕业后持续在食农教育人士调度上 不断的专严 所以我们这次的工方跟食物有关对吧 没错 我们这次的主题呢 是腌制蔬菜罐 夏天呀 有很多的食材容易腐败变质 透过腌制的手法呢 可以保存食材 它原本的营养 也可以激发出食物人本 另外一种不同的风味哦 原来如此 其实食农教育也是教育很重要的一环吧 因为透过不同的料理方式 能够带出食物不同的面貌 也可以挖掘不同的风味 没错 这一次工作方会非常的有趣哦 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内容 让学生看到 环境教育在日常生活中不同的可能性 嗯 所以喜欢种田料理教育的同学 其实在未来发展 也可能是一个创新跟鞋量的可能性 没错 诶 但雅琴 我听说你端料理很有兴趣嘛 是 我平常也会做一些料理 像是山菜白鹿锅啊 前两年也有在这边教大家做果肉 这一次呢又回到这个空间 真的非常感谢怡芳老师 然后还有孟悠老师的邀请 然后让我有机会呢 再跟大家分享 这两年我又在玩了些什么 然后让大家回去也可以开始玩 这样 好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做蔬果的发酵官 那为什么会做蔬果呢 其实蔬菜是大家冰箱里头绝对会有的食材 其实也不算什么教学 我也不是什么老师 我今天其实是来跟各位提一个生活的提案 一个可能性 然后跟大家分享 其实原来用这么简单的方法 你家里呢就可以好多好多罐 很多风味的料理的出现 今天这一个动手做呢 大概呢在家里只要你准备好 它就是三分钟而已 三分钟的时间动手 你就会变成发酵魔法师了 这是一个很迷人的事情 所以呢现在开始大家可以切 那我的方法是切片 因为我觉得塑的东西还是要有些美感 你才会想要放在家里 所以切片完以后我会把一片一片一片 先塞在旁边 让它觉得有一圈一圈的感觉 秤子也在大家的手中了 你可以切断或是塞进去都可以 那我直接拨一拨也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你是说一段一段的然后塞进去 对对对 其实这个活动呢原本刚开始有 因为主要是想要做发酵 以发酵这个中心去思考要做什么样子的活动 那刚开始当然有想过很多 例如像康普茶等等的 然后最后我觉得 因为最近开始有在经营一些空间 那发现一些圣食跟一些可爱的蔬菜在冰箱里头 蛮可怜的这样 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有在发生 然后因为今天也大概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我觉得如果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 直觉性的一个小小观念 就可以改变大家在厨房里头的一些习惯 跟一些用食材不要浪费的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蛮好的 所以才提出了 如果可以就是做这样子 蔬菜的发酵罐的这个概念如何 那这样子也是因为我在经营空间的时候 我发现有很多我不要用到的食材 或是我比较不需要的那个段 例如像根的部分 例如像芹菜我只需要它的精 我不需要它的叶 那它的叶烂掉我又觉得可惜 那所以我就在这里头开始去玩 然后发现原来可以做出一些很多奇特 或是独特的酱料 那就觉得这刚好是我最近在玩的事情 然后也想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这四季都算根井类还是野菜类 野菜类 这个我有帮你煮好的盐水 加盐水进去 加盐水就好了 对对对 那它还有点温度 等一下 其实不是后来 是我在很早以前就是 我是台北长大的小孩 然后原本对自然这件事情是非常陌生的 那是因为我小时候有一些重要的生命经验 我有去福山 然后去七美去做求生营 然后在里头就是没睡没电 这样子一个月的一些过程以后 发现自然这间 就是自然的这个环境对我来想是一个非常疗愈 跟我喜欢的空间 所以我那时候就 国中其实就蛮确定我要 往自然这个方向的路去走 但是还不太确定自己要走哪一个方向 所以我其实大一的时候是去农夫农田去实习 然后种田 然后我就发现 嗯不对不对不对 我是一个不太适合一个人 一直在一个地方一直做一件事情 我需要跟人有接触 所以开始在慢慢的 然后我也很喜欢小孩 所以就慢慢转向了环境教育 那也包含了我非常喜欢吃跟喜欢料理 所以渐渐的转向了实农这个部分 然后就往快乐跟开心的方向的道路走 就走上这一条了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最直接的关系 也是为什么喜欢史农的关系 最简单就是吃 吃就对了 然后从吃的过程中去跟他们聊 就像我今天在活动过程中分享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要让大家知道 其实我直到最近才静下来以后 比较跟外面 就是我比较静心下来以后 我才认真的去思考食物这件事情 然后其实我们每当吃一个食物 像我们今天做的牛番茄 它也是一个完整的生命 那这完整的生命送到了我们的前面来 然后被我们吃掉 给予我们养分 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感恩的 那如果当你是用感恩跟了解 或是想要了解它的心情的时候 你对吃的这个想法不再是滑滑手机 吃吃东西或是怎么样 你会开始去着重你每一口的味觉感受 然后你会开始去想要了解 吃这些食材背后的东西是什么 当开始了解以后 我觉得就很不一样 我忘记是谁跟我讲过一句话 如果你给我100亿 我也没办法改变 现在的所有的消费形态 所以我们能做到什么 我们能做到就是影响身边的人 可不可以先愿意用100块做不一样的消费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这件事情 你的影响力在身边的人开始 开始启动的话 如果可以 那他才有机会改变现在的消费形态 我觉得我没办法做很大的事情 但能做到就是我周边的人 至少可以开始去启动 开始去了解 之前其实我有在的工作 有在农夫市集里头有做一些工作嘛 那非常的看到了现场消费者跟生产者之间的直接接触 然后这句话其实是在iPhone的有机论坛大会里头听到的 那我觉得这句话讲的太好了 就是我们不要常常想说啊 就是生产者要支持他们 然后消费者要多多支持支持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 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在互相做保护 呃 我有走过很多有机农田 然后发现有机的农友在做有机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不容易 那他要靠什么样子的意念去持续做这件事情 那他在做这件事情的背后 如果是都是金钱那是不太可能的 他一定有一些他想要传递的好的食物 好的想法给消费者那一段 那我觉得消费者他也在找好的食材 然后他们也愿意去支持这样去 呃去认识农友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关系 他不是他不是对立 他是互相保护的关系 那我觉得这蛮可贵的 然后农友其实他一直在思考消费者需要什么 消费者也一直在了解农友在农田做什么 所以这样的桥梁 我觉得在食农教育上面直接走到田里 或是在农夫市集上面直接让他们双方见面 去做直接性的对话 我觉得是很棒的 大家好 刚刚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 其实是我们在静怡大学所举办的一系列的活动 那这一系列的活动是举办给我们的教职员 或者是我们的学生 那由我的研究室和我们学校的中府市所 共同举办的律疗狱活动 为什么会有这样律疗狱活动的一个构想呢 其实也是来自教宗在通狱当中所提到的 日常生活的生态学 诶我自己是在生态系任教 可是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 日常生活和生态学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 但教宗在通狱中告诉我们 生态学它应该要是整体的 这个整体也就代表了它不只是谈的是我们外在的生态环境 它同样的其实也应该要把人包含在这当中 那所以呢在通狱当中 教宗会讨论到人的工作 人的劳动 同样的也包含了人的生活 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社会的生活的步调非常的快速 然后工作压力很大 甚至其实不只是上班的人工作压力很大 连年轻人学生们自己的生活压力也非常大 那所以呢教宗在通狱当中他提到 就是由于现代社会不断涌现的兴起事物堆积如山 把我们拉向了某一个单一的肤浅文化 使得我们想要停下脚步 从事有意义的生活 这变得相当的困难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教宗在这边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他提到说 我们常常会在教会当中彼此祝福 平安喜乐 但事实上平安喜乐呢 在基督的信仰灵修当中 其实是对生活提出了一个新的解放 他使得我们能够享受极大的喜乐 从沉迷消费当中解脱出来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教宗提到说 其实在基督信仰的灵修当中 我们是以自我的节制 还有知足常乐作为成长的标记 如果我们能够回归到简朴的生活 然后停下脚步去欣赏那些 你可能觉得是肢结琐碎的事物的时候 其实你会在当中感受到一种快乐 而这些快乐这些喜乐是消费 是这些多媒体娱乐的刺激 所不能取代的 那他能够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进行灵修 然后从现代社会当中的焦虑 忙碌甚至是沉迷当中解脱出来 所以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开始在学校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这一系列的绿疗育活动 其实我自己更喜欢把它称为叫绿照顾 Green Care 因为我会感觉到当我们在接触这些自然的事物的时候 其实这也是天主所安排给我们的一种 天主在照顾我们的方式 所以我们的活动内容 有的是跟着四季在轮转的 比如说我们在秋天的时候 我们会捡食果实来制作种子盆栽 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会把之前所收集好的这个植物的枝条 然后搭配当下所拥有的花朵 然后制作圣诞花圈 然后在春天的时候 我们会因为会一起庆祝就是光的来到 以及就是复活节所象征光的意义 所以我们会运用太阳制作蓝赛的作品 那还有一些像这一次大家能够看到的 就是跟家庭生活有关的 我们会把家中的食物 然后做不同的使用 像是做食物的腌制 食物的干燥 甚至我们可能会拿就是 我们的水果把它做果入的酿造 那一方面它可以达到全食物的利用 另外一方面它也可以就是 帮助家中 节省我们所在食物上面消耗的 或是那些我们所不能够 因为过期 因为买太多 而不能够保留下来的 这些食物的利用方式 当然 这些都是非常环保的做法 可是呢 就如同前面所提到的 就是事实上 我其实更希望透过像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带给我们静怡大学师生的 是来自心灵上面的瓶颈 这个呢 就其实也是要再回到教宗所提到的 整体的生态学了 教宗他其实在同意中 其实有告诉我们 他说耶稣在圣经当中 去邀请我们去观看田间的百合花 观看天空的飞鸟的时候 其实他在圣经当中 就已经点明了 我们应该要有的 那样的一个心态 甚至其实在圣经当中 他看见那个内心不满足的 富少年的时候 耶稣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大家可以回想看看 耶稣其实就只是 定睛看着他 就喜爱他了 这短短的一句话 但其实非常的美丽 他其实当我们在生活当中 当我们在各种的欲望焦虑当中 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停下来 让我们的目光好好的 平稳的 温和的去看着 不管是你眼前的事物 不管是你眼前的那个人 事实上你就会在他身上看到了天主 所以呢 其实教宗也说 就是耶稣他所为我们表现出来的就是 他完完全全的临在在万事万物当中 而这正是耶稣所为我们指出的道路 让我们可以去克服那个肤浅 暴躁 甚至是现代社会当中 这种像是强迫症一样消费的这种病态的焦虑喔 所以教宗所提出来的整体的生态学 他包括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花时间去与受造界修补 宁静和谐 反思我们的生活的理想 那末观 天主就在我们当中 他既是在我们中间 又是围绕着我们 他的灵在 一定不是人所设计的 但我们可以去找到和发现 那我们希望透过像这样子在生活中 在忙碌的工作跟学业之余 然后大家利用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可以在一起 好好的重新去接触这些 天主所安排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自然的事物 而这些自然事物就像是媒介一样 可以带领我们回到内心的瓶颈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的课程分享 也是我自己如何在教学上 试着实践教宗通郁的尝试 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 或是你有很棒的例子 都非常欢迎你跟我们分享 请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